来看看啊 这边是杨阳带来的作品是吧 对 这是我带来的 来 我们到这边来看看 这是非常大的一幅剪 杨阳这幅画是你剪的对吗 对 是我剪 这有多大呀 这个直径是有一米六 这个作品名字叫做童子送旺财 中间也是一个胖娃娃 胖娃娃但是抱的是小狗 半个小狗一圈的话又有16只小狗 最外边的话是狮子狗 真的耶 对 狮子狗 事实如意 然后四个角的话另外又是八只旺财 再四个角 这个完全是手工剪的吗 不是你刻出来的 手工剪的 手工剪的 这你得找多大的桌子剪这个呀 坐地上剪 剪了多长时间 两天半 两天半 刚才那个剪我剪了多长时间 剪两个小时 这上面贴的这五个是什么呢 这个在我们那个河洛地区 像洛阳玉西地区这叫做门花 然后咱们那个天津的话是叫做是 吊铁 吊铁 咱们那的话就叫门花叫吊广 但是我们天津的吊铁都是红颜色的 对 什么颜色都有 我们这个是五色的 一般的话在春节的时候有的家贴三色 三色的话它就是代表天地人 然后五色的话它是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五行 杨阳 我想问问你啊 你很年轻啊 你我猜是从八岁开始学我们这个剪纸艺术吗 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 等我啊 小学三年级 差不多是八岁 今天我们有一个八岁定律啊 就来的很多传承人都是八岁开始学艺啊 对 那你怎么开始小的时候三年级就想要学这个剪纸呢 我小时候我奶奶啊 我们那边那个就绣花扎花剪那种小窗花 所以我小时候就看到就好玩就一直做 我能问一下杨阳你今年多大 你是90后吗 对90后91年了 今年27岁 91年的 然后从事这样的传统项目 对 你不会觉得有点无聊或者是 没有没有 剪每一副作品的时候都很开心很快乐 然后这个作品每一次都会是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这还有一幅啊 对 这个作品打开是跟今年这个过年的这个 给这个习俗有关了 是吗 这是什么呢 哦 这叫过大年中原民俗文化剪纸 这个是23进造官 24扫房子 25摸豆腐 26去割肉 27砍白兹 这个是28蒸馍 哦 哎 等会 这里有俩我没听懂啊 这是蒸馒头 就是你说的蒸馍 对 蒸馍 这个明白 这个 砍白兹 砍白兹是什么呀 砍白兹的话 是我们那个大年 27砍完白兹 大年初一的早上 就是天不亮 要在院子里边烧这个白兹 我们民间的那个传说 听奶奶们讲 是说过去天上有九头鸟 有个怪鸟 然后所以烧这个白兹的 它那个声音啪啪啪 就像就鞭炮一样 第二的话 那个柏树枝的那个清香 在院子里边都是一股的那种清香味 也是球集的意思 对对对 而且那个烧完白兹之后 我们每家都开始要做一个饮食 就是磨 不是不是磨 是要做一种汤 凉分汤 然后我今天也带来了 然后让给三位老师 给这个老师不尝一下 给四位老师尝一下 你尝一下 你尝一下 这是色香味俱全的简直 这过年的时候 比如说在洛阳 家家户户都会喝吗 对过年的第一晚上说是 不喝这个头脑汤 不叫过年 过年大年初一第一顿饭 天不亮就要开始 这得尝一尝了 那今天我们就尝一尝这头脑 对 霍老师应该也没有尝过吧 对对 所以老师尝一下 对对 哎呀 谢谢谢谢谢谢 来 霍老师 霍老师 您先做 谢谢谢谢 我尝尝 来来来 咱一样来来 这里是有什么呀 这里边的话主要就是那个红薯 红薯熬的那个 对吧 我觉得有凉分 凉分 然后里边的话还有一些那个 就是肉 还有一些菜 还有这个是大骨汤熬成了 大骨汤 对大骨汤熬一块吧 我尝一尝 哎 这里边还有是不是有焖子 对 叫焖子 你们叫焖子 我们这个是叫凉粉 凉粉 对对 凉粉 凉粉 焖子是另外一种食物 我们那儿也有 对 我们叫扁剁 哦 扁剁 薯块的有鱼类 吃饱了没 怎么样 嗯 什么 咱先放这儿啊 好 一定一会儿都是你的 我看着 我看着 你看着